好 我們之前有稍微介紹過函數圖形 對於我們接下來分析一些趨勢一些性質來說都很重要 那但是函數圖形裡面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名詞 我們還是稍微把它一一做個分別的介紹 那我們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函數的遞增遞減性 那什麼叫遞增遞減性呢 我們來看一下黑板上面所寫的這個定義 我們先假設 F 等於 R 從 R 映射到 R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上次有提到一個函數會有所謂的定義域跟它的對應域 那或者是值域 那如果同學們還有印象的話 就是我們之前曾經有提過 這個東西我們先假設它是定義域 然後這個東西我們先假設它是對應域 然後從這個定義域對應到定義域 好的 這個對應的關係我們就叫做函數 F 那最重要的是對應過來之後 你每一個定義域的值對應過來 實際上它不會對應到那麼大的範圍 它可能真正對應到的只有綠色的這個範圍 那綠色這個範圍就叫做值域 然後大的 B 這個範圍是我們講的對應域 所以像我們之前這邊這個寫法 這個寫法前面的這個 R 代表就是定義 所以我所有的時數印射過去看看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然後這個 R 代表是對應域 所以實際上這個 R 寫出來的時候 並不表示說它所有的元素一定會被對應到 只是我們這樣粗略的寫比較輕 就是比較粗略寫不需要去探討更清楚的 它的值域到底是誰 好 那那個值域的部分可能就是針對一些特殊的函數 我們才會想要去知道那個值域是什麼 那我們粗略上寫法就是寫 R 印射到 R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函數呢 對於所有的 S1 S2 屬於 R 就是代表我從這個定義裡面隨便去任意取兩個時數 那當這個 S1 小於 S2 的時候 那這一個我們會有這個性質 F of S1 小於 F of S2 那我們就說這個 F 是一個地增函數 好 所以如果反過來 假設我今天去取這個定義中 任意的兩個時數 R 那當 S1 小於 S2 的時候 如果它的函數值是反過來 就是 F of S1 會大於等於 F of S2 那我們就說這個 F 是一個地減函數 所以往後我們看到一個圖形 我們實際上是可以去分辨 就是這個函數是地增或地減 因為如果是以地增的情況 我們這個圖形畫出來應該會像這個樣子 這就是一個點型的一個地增函數 就是你隨便任意取兩個 S1 S2 好 隨便取 譬如說取這邊叫 S1 然後這邊叫 S2 那我們是不是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個點的高度很明顯就比這個點的高度來的低 對不對 那這就是地增的情況 那地減的情況呢 這就是一種地減的情形 所以我也是任意去取兩個點 譬如說這邊取 S1 然後這邊取一個 S2 那我們就會看到這個點的高度 反而是比這個點來的低 對不對 那這個對應過來的 F of S1 所以這兩個是我們大概在判斷圖形的一些特性 第一個會基本去看的 它什麼時候地增 什麼時候地減 但是我現在這邊舉的是 R 實際上這個 R 呢 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區間 因為今天很多圖形 並不必然像這樣 一定是永遠地增或永遠地減 它有可能是像這樣 我只考慮一個區間 然後這個區間 擁有地增或地減的特性 好 所以像這種例子 其實是比較常見的 譬如說 我們正常經常看到的函數 可能是有地增也有地減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小區段可能是地減 然後有些區段是地減 好 所以我們比較常見的法 是類似像這樣 就是有時候會有地增 有時候會有地減 那我們常見的 Y 等於 S 平方 也是這樣的函數 在前面的這一半 這一半是地減 然後在這一半是地增 好 所以我們如果通常考慮的時候 是會先去考慮這個圖形 哪些區段地增哪些區段地減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把 那個地增地減的這個區間區分出來 那當我們區分出來的時候 我們這裡取的就不是 R 我們這裡取的就是我們現在 所要去觀察的 AB 區間裡面 所有的元素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考慮 就是地增地減性的時候 有一種情況是 函數永遠都地增 永遠都地減 有一種情況是函數只有部分的區間地增 部分的區間地減 那哪些區間是地增地減 這個就是我們後面要去做分析的問題 好 所以第一個同學們先了解 什麼叫地增 什麼叫地減 那這邊還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是 地增地減性 這裡都是有等號的 也就是說這兩點的高度一樣 也可以被稱為地增或者是地減 這件事情是被允許的 那一樣的情況那你說 這看起來好像有點奇怪 那我剛才畫出來的這些圖形 實際上都是一定會大於或一定會小於 那那種一樣的情況 我們也叫做地增也叫做地減 那實際上我們有一個更嚴謹的名詞 告訴你說 如果我這裡沒有等號 它就叫做嚴格地增 所以當我把等號去掉的時候 它叫做嚴格地增 假設我今天就沒有等號 那我們這邊就不叫做地增函數 它叫做嚴格地增函數 那這嚴格地增函數 它的英文就必須要加上嚴格兩個字 好我們就把它這樣嚴格兩個字 然後呢如果這邊也是一樣 我把這個等號去掉 變成大於 那這個地方就叫做嚴格地增 所以其實我剛才所畫出來的這些圖形 它代表都是嚴格地增 跟嚴格地減的情況 因為我們還沒有去看到就是 兩個點是一樣的形形 好所以其實這個等號有沒有加 差別就在於有加叫做一般的地增一般的地減 等號沒加就叫做嚴格地增嚴格地減 好所以等號的情況基本上 我們並不會特別地去在意太多 那如果今天有另外一種函數是 所有的等號 就是你隨便怎麼取它的定義域的值 然後所有的等號都會使得 F of s1等於F of s2 好所有等號都會這樣 就是所有的值隨便去取 那這個就叫做一個常數函數 那這個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畫出來的圖形會長這樣 今天不管我怎麼取 任意取 它的高度都是固定的 好所以你這種情況 那當然要高度固定 那我就看它高度是多少 角度要高度是k 它的值是k 那實際上這個函數呢 就叫做 y等於F of s等於k 好它代表是一個常數函數 好所以常數函數一般來講 在我們往後在畫圖的時候 也可能會遇到 那這種函數比較特別 因為它整個是平的 所以在平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局部極大值 沒有 就是我們上次有講過的局部極大值 或局部極小值 這樣就看不出來對不對 因為它的值每一個點 是不是都一模一樣 好所以 我們如果考慮 拗口方向 什麼向上向下 那這個東西 也就沒有所謂的拗口 所以這個東西 也沒有所謂的反區點 好所以 像這種圖形 算是比較一種特例 但同學還是要稍微知道一下 什麼叫做常數函數 對方 對方 對方